傲风 作者 风行烈 我是秦傲天 精彩 马上开始 如今 红衣战队 因为秦朔进阶大领主 不再列入十大战队之中 所以他们的排位也没有变化 乌云战队怎么会来南方 他们当初有参加那场 合适必争夺战吗 傲风有些好奇地皱了皱眉 但搜索了一下记忆 却一点也没有发现 乌云战队的影子 那倒不是 他们是几个月前呢 才来这儿的 火灵呵呵一笑 解释道 哈哈哈哈 因为断魂岛啊 有南北大陆两个入场口 所以 很多战队会分流前来这里 避免北方的战队过于拥挤 洛伊金的龙翔战队 始终要略胜乌山大人的乌云战队一筹 乌云战队自然要避免和他们正面交锋 造成信仰流失 那个洛伊金呢 可是个战斗疯子 不见着也就罢了 见着和自己相差不多的对手 肯定要死磕一场 这还没进断魂岛呢 万一有山王出现 岂不是得不成失啊 傲风一阵恶然 对这个屡次被人称为战斗疯子的洛伊金 相当的好奇 他以前到底做了什么 居然让人这么怕他 那个挂着冬自战旗的 是十大战队排行第六的东陵战队 没等傲风多响 火灵的声音就继续响起 在指向最后一面旗帜的时候 眼底多了几分厌恶 至于那个 便是排位第九的狂刀战队 他们的首领狂刀狂妄自大 当年秦朔大人崛起之时 还很瞧不起秦朔大人的刀法奥义 曾经公开扬言 要将秦朔大人打得找不找北 什么 傲风听到自家老爹名字 立刻竖起了耳朵 一听这人居然要将他亲爱的老爹 打得找不找北 气得眼睛一瞪 眉毛一掀 少有的高声怒道 那个狂刀统领 脑子有病是不是 区区一个天榜领主 就这么狂妄自大 还敢和红衣大领主相提并论 当真好笑 臭小子 你说哪个呢 话未落音 不远处的人群里 却突然冒出一名凶神恶煞 虎背熊腰的壮硕大汉 手中持着一柄 相当宽厚的大关刀 奥峰和火灵听到声音同时一惊 一起用疑惑的视线望了过去 立刻就看到了这名男子 该男子满面怒涩 周身散发着一股狂暴惊人的灵力气势 让两边看到他的人纷纷躲闪 男子身后 尾随着许多强者 他们的衣服袖子上 也挂着一个明显的标志 而那个标志正是一柄大关刀 和刚刚看到的旗帜一模一样 奥峰心中一动 却颇有些好笑 他大约猜到了 这人是什么身份了 没想到自己的话 居然会被他亲耳听到 但奥峰心中 也不觉得有什么 随意地抱凶而立 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火山战队的一行人 却面色齐齐一变 露出几分焦急之色 好在小队众人 因为害怕奥峰离着他较远 没有完全进入那些人的视线 行动速度较快的许熙 连忙交代众人一句 立刻钻入人群 急速往火山战队的营地飞奔 去搬救兵来 那不是火山战队的火灵少主吗 刚刚就是他们的人 骂了狂刀统领 好像是好像是 正好被狂刀统领本人听见了 太扯了吧 这下有好戏看了 由于已深入营地不少 周围有着不少强者来来往往 忽然瞧见有名的十大战队 其中两方狂刀战队和火山战队的人 碰到了一块 马上兴致高昂起来 人群自觉向旁边退开 立刻将两方人马中间的地方 全都让了出来 形成了一个硕大的圆圈 使得两方人马直接就可以摇摇相见了 火灵看着那些人向着这边走来 连忙拽了拽旁边傲风的衣袖 巧声埋怨道 兄弟 我只是给你私下里介绍 你这么大声怒吼做什么 那红衣大领主又不真的是你爹 你这么气氛干嘛呀 我们有麻烦了 这人呢就是狂刀统领 你刚刚叫的那么大声 他肯定听见了 周围的人太多了 这叫他怎么下得了台呀 傲风翻了翻眼睛无语 他很想告诉火灵 那的确就是我爹呀 可话到嘴边 却又觉得说出来好像也没人会相信 不过这个时候火灵也顾不得多埋怨什么 他飞快地推了推傲风又倒 狂刀统领这人哪 一向小心眼 为人不但狂妄自大 还牙自必报 尤其和我们战队之间争锋厉害 你刚刚的话呀 触怒了他 又和我们走在一起 他肯定会拿你开刀的 你赶紧挤入人群里躲一躲 我上去等他一阵 毕竟我是火山战队的少主 他们呢 不敢真的把我怎么样的 说吧 火灵就要往前走 哪只旁边的傲风 却一把抓住他胳膊 拦住了他 轻笑一声 傲风道 火兄 你慌什么 他们也未必就能把我怎么样 哎 傲风兄弟 你听我一句 你不知道他们的实力 火灵急得眉毛直跳 但却怎么也睁不开 傲风那只抓着他的手 只能连声解释道 我知道你很强 但这狂刀统领也不弱啊 而且他身边还有另外一个统领级的强者 兰特 那些都统们同样不好惹 我们的实力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你再厉害 双拳总还是难敌四手啊 由于北方战队的统领 通常是奥义破军级强者 久而久之 统领级别也就成了这类强者的称谓 这些人真正是领主中最强大的一批人 哦 还有个统领级的高手 奥峰眼角一扫 仔细看去 果然见到狂刀领主身后 还有一个较为高挑的男人气息 也很深沉 想来就是那兰特领主 除了兰特外 其他领主巅峰级的都统 大约有十个左右 但这些都统 也不是每个都强 有的人和安东称一样 根本没有领悟奥义 只有个能量的空壳子罢了 让火灵匪夷所思的是 奥峰看清楚了这些人的阵容 不但没有躲避的意思 反倒更加地沉着了 只见奥峰随意地拍拍 他的肩膀安慰道 火兄放心 就这些人 还不配让我放在眼里 这狂刀统领 最好自己识相些 要是他真那么不给面子 我也不介意 好好教育教育他 什么才叫做真正的狂妄 一边说着 奥峰眼底就露出了一抹不屑 和他红衣大领主妇女 比狂妄 这狂刀领主还真不够看 他敢去当面挑衅四个大领主吗 奥峰虽然不是喜好滥杀之人 但却因为秦朔的关系 心底存了一缕邪火 凭着这家伙说 他老爹那几句 奥峰就想直接一炮轰了他 火灵只听得目瞪口呆 连催奥峰离开都忘了 他见过狂的 还真没有见过 奥峰这么狂的 居然要教育这狂的找不到北的 狂刀领主什么叫狂妄 果真是豪迈 就在火灵呆滞的这段时间里 狂刀领主等人 已经走到了他们对面 在正面看清楚 奥峰容貌的时候 他们也毫无例外地震惊了一下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